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次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希望大家记得CLS就是留言、赞、分享 最好可以订阅我们这两个《曼联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这一节说什么呢? 就是刚刚之前我们也说了苏诗一查一些独特的换人概念 苏诗一查最近有很多的决定 我想很多曼联球迷都未必认同 包括我 但这一节说苏诗一查要求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曼联球迷都跟他同样的想法 苏诗一查在欧巴布出局后就说 我们需要加深我们的板凳 因为我们领事一球之后就连续输两球 接着球员后来就踢到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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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应该是值得入球 在不同的时间内 我们在某些时间真的表现得相当出色 我想曼联已经没太多时间去再想这场球 因为下一个球季又很快又再开始了 所以苏诗一查就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继续进步 继续去做我们做得好的事 每一天训练里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能力 接着记者就问 曼联需要什么去进步 他就说 其实球员每一天都很努力 态度亦都相当正确 心态亦都非常正面 我们需要板凳的心肚 当然 这是一个很长的球季 未来的球季也会非常漫长 以及比较打得比较密 我们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休息 接着我们又要再冲 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确定这几个星期做对的事 令到球季一开落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准备 很清新地去冲刺 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们都要继续去进步 每一天都会尝试去训练 或者想想如何进步去改善 亦都最重要的是 相信我们能够做的事 你看到我们在某些时间 我们做到的事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这个亦都是我们能够告诉大家 我们的强项是如何 接着就是被问及 又是问一些转会的事情 就是关于新组 就是关于新组 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暑假 来的 因为我们只是几个星期 又要再重新开始 这个心态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继续会希望 签到多些球员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好的球员 但仍然都要改善 不过他都说了 这个转会枪始终是怪怪的 因为时间很短 就要开锁 但是转会枪 就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就要做得聪明 才能够处理到这件事 这个就比较有趣 到我说说我说的东西 苏西一茶当然 我作为一个领队都明白 我们现在的球员 当然是不足够 但是 承接回 刚刚之前那一节 他和上一场波 都有说的独特的换人概念 的话 其实我是木仔 我就走来跟你说 喂大哥 你 我们就尽量买球员给你 但是第一件事 你不是说你想要哪个 一定能买到的 这个第一 有时都可能要接受一些 不是那么理想第一的球员要加盟 所以 苏西一茶说回他的买人 包括 麦加亚 雲比萨卡 和班劳 法兰迪斯 这三个 大家都没有原念 他买回来也是勁用 当然他信的福仔马仔 他也说真的 你都差不多当是他买回来 因为他真的用得很厉害 而且很信任他们 好了 但是还有一些失败 没有那么成功的例子 起码 譬如Daniel James 是他买回来的 因哈露也是他借回来的 但是我们刚刚 早上一次 和上一次 獨特的换人概念 都说了 但是你就真的很少用 甚至乎真的不太用 他们 严格来说 我没有记错 应该就是 Total他买了五个人 有三个真的净用 有两个就不用 所以成功率大约是六成 那木仔就会说 大哥 你想怎样 如果你一定要买到那些 我们终归买回来 例如麦加尼文 比萨卡 也是 Buno也是 那你真的用得很好的 但是 有些买不到的 要有一个代替品 例如 当时说 买不到新组 就买了Daniel James 那你又不用的 也没有想过 是否 球员的质素 真的太差 你们教练团 觉得是不能够提升 还是 其实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正所谓 我们都不在卡尼团每天生活 不是一起跟他们练习 所以不知道 究竟Daniel James 是否有机会 而真的在操练的时候 已经见到他不行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 又去坚持 即是说可能 就是说 右翼这个位置 是新组的了 不新组就不要买了 那会不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是的话 那真的 究竟我们是有多少财力 可以支持到 因为始终 门作赛 对曼联都有影响 虽然影响比其他球会小 但是也都说过 这个转会枪 就并不是 像大家一样 是有些便宜价 大便宜的 其实可能 就是说 有些球员 都是要站硬的 尤其是 Soul Chacha 想要 我们曼联想要 全部都是顶级球员 根本那些球会 就站硬的 OK 所以说真的 我自己 和很多这里 曼联早晨的观众 听众 我们都很想找一些 即是未夺磨好的鑽石 即是一些很好的球员 但可能需要一些 即是夺磨一下 或者我们去帮助他提升一下 一些球员 也很感谢很多曼联 不停地提议一些 无论是英冠 好的球员 又或者一些 欧洲球赛里面 一些实而不华 或者一些比较上 有机会 彈起的球员 这样 但是 当我看了这个多月 蘇斯一查说的 以及看我们的 木仔他们做的 我想我们看这个方向 和管理层 包括蘇斯一查的方向 距离应该很远 你看过 你看到蘇斯一查 他买人的情况 以及他之前 我所说的 他用人的情况 其实他可能 没有办法 都接受 有一个他未必想要的球员 来加盟 但是 当一有 机会不用他的时候 或者真的去到一些 重要的时候 你要他相信 球员的时候 他就真的很 简责 他真的觉得 他相信球员 才会相信 即是 如果他未达标 他就不会相信 他 甚至于去到一个 比较极端的两次的例子 就是联格特和福仔 之前的联格特 也试过有一段时间 他不停地相信 他信任他 结果都是发觉失败 要放弃 福仔很可惜地 现在也有机会 报这个联格特的后层 所以你看到 你如果要在蘇斯一查的团队里面 有得踢 你第一件事 就要得到他的信任 这个已经是难的第一步 但是 当你得到这个信任的时候 他真的很死定 但是 你如果持续地坏 最终会踢走你 但是他也是会 你可以这样说 蘇斯一查是有承担的 你想想当时联格特 被我们球迷骂到飞起的时候 他也坚持用了他一段多长时间 才放弃他 所以呢 我也是那句 可能坚持是一个 偏向正面的形容词 很多朋友不认同 放在蘇斯一查身上 但是我想转一转 一个同意词叫做硬颈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 都可能会同意 蘇斯一查真的是一个挺硬颈的人 没办法 但是问题就是 究竟他这个硬颈 可不可以推动到管理层 去买一些好的球员 第一 第二 真的被我们买到超过11个 好的球员 蘇斯一查又会不会作出轮换呢 这件事就是 要到时才可以分析了 那我们会不会去到那个时刻 我就真的不敢说了 OK 那今次的节目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